娱乐转圈圈 现象级大爆 口碑收视双丰收 隐秘的角落 于今年6月开播 虽然只有短短的12集 但却成为了2020荧幕里 当之无愧的黑马 它的根据紫荆尘推理小说 《坏小孩》改编 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 在景区游玩时 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 由此展开的故事 秦昊王景春 两大影帝坐镇 三位小演员的演技 同样在线 直接拉高了这部剧的水准 剧情更难得的顺畅少bug 除了不得已的删减外 堪称完美 隐秘的角落 是某平台迷雾 剧场试水的第一部剧 定位本是作 小圈层的爆款 没想到这剧一开播 口碑就爆了 开局评分高达9.2分 参与评分的人数 也稳坐今年第一 达到了81万 评分只是检验 爆剧的一部分 出圈讨论度 才是重点 隐秘的角落 打破了 悬疑剧小众市场魔咒 成为大众狂欢 当时剧情讨论度高 演员火 带你爬山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等原剧梗 平平出圈 而同样题材的摩天大楼和沉默的真相 虽然口碑 评分都很高 但是军级播放量 都没有像 隐秘一样 达到过异水平 2.30而已 女性像题材吃香 容登200热搜 除了悬疑剧景喷外 今年的影视市场 还很偏爱女性像题材 综艺有乘风破浪的简介 电视剧就有 三十而已撑场 三十而已 讲述了三位都市女性 在三十岁节点 面临的众多压力 剧情里的不婚主义 出轨 绿茶小三 姐弟恋等话题 引发了观众共鸣与热议 童谣饰演的顾佳 深入人心 而林友友成了 全民公敌 用数据说话 三十而已当得起 年度暴剧的名头 不仅收拾 连续破衣 在播期间 这剧共上了 两百二十八个热搜 平均每播一集 就有五个多热搜登榜 近两年的电视剧里 也指 沿袭攻略 能超过它 但是阅读量 还是 三十更有分量一些 同时期再播的 二十不获 收视成绩也不错 多次同时段电视剧 收视第一 但是讨论度 不如 三十而已 那么广泛 三 安家 年度收视王者 孙力抗拒一级绝尘 要以收视论英雄 就不得不提孙力 主演的都市 创业剧 安家了 在今年电视剧大盘 瘦冷的情况下 安家 稳定发挥 在收官时 聚集平均收视破二 在移动电视剧中 一级绝尘 安家是翻拍的 是日剧 卖房子的女人 都说十个 翻拍九个烂 但是安家 却受到了不少好评 她做了接底气的改编 反映了当下社会 对买房卖房的真实现状 再加上 主演到位的演技 以及孙力的观众员 能够成为 暴剧并不意外 四 传闻中的 陈千千 刘李 2020古偶剧 依旧能打古偶剧 向来都是多谈暴剧的题材 今年传闻中的陈千千 刘李 两部剧突出重围 挤进了暴剧榜单 传闻中的陈千千 本是常见的古偶小甜剧 但融入了穿书 以及男尊女尊国的 稀奇背景设定后 就变得十分有趣吸引人了 穿越到自己笔下角色的 编剧陈千千 以及靠自我想象攻略 自己的男主韩硕 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 让小八现在想起来 就控制不住一目像 低成本制作的小甜剧 靠剧情设定取胜 投入低 收入高 因此还成为了 播出平台评选出的年度暴剧 刘李是 向来吃香的仙侠题材 前期不少人 被男女主颜值劝退 但是 颜值不够剧情来凑 主角玄机与私奉 轮回几世的甜虐爱恋 让不少观众 真香了 而刘李也难得达到了 暴剧又暴人的效果 袁冰岩和成义 从小透明成为了 星境流量小声与小话 俩人距离叫 初遇CP让不少人上了头 剧外的真人CP冰橙子 也有不少人客 2019年的暴剧 亲爱的挚爱的 陈情令捧出了三个流量 李谢 王毅博 肖展 你要说2020 爆出了什么流量 可能只有成义 能稍微沾点边了 5 以家人之名 下一站姓图 小报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